四郎就是狂 美少女也是暂时 名在路的林某娘 国庆逛雕秀府前登场 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歌声响起 也带起主题 助教者是台湾首部英雄漫画 诸葛四郎 当我们同在一起 起快乐不必 诸葛四郎为亮点 串起四三部漫画与经典动画 诸葛四郎和我们回答 诸葛四代的童年回忆 透过漫画走到一起 在班上同学 谁有一本漫画书诸葛四郎 不管班长是谁 大家都听这个漫画书的主人 他才是真正的地下班长 也要向赖清德总统 以及各位在座的贵宾 亲自参加 在这里特别要至上献议 那国庆光雕的展演 我是第一次参加 但内心相当的兴奋 国庆晚会之后 韩国瑜也以庆酬会主委身份 再度与赖总统同台 非常感谢韩国医院长 播共参加 今年的主题是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实是用不同世代 不同风格的漫画家 来用他们的漫画故事 来呈现今年主办的内容 赖韩同台启动光雕之外 其实两人在入场时 也有短暂互动 漫画与动画在浮前 串起台湾各个年龄层的集体记忆 超越震荡领袖的短暂互动 能否搭起蓝绿桥梁 则仍然被打上文号 近新闻综合报导